清水在地的舞蹈盛会清水区长杯国标舞公开赛 今年吸引700多位好手报名切磋 有业余新人还有社交组等甚至还有家族对抗竞技 大家各自展现练习已久的成果 甚至还有把国标舞结合魔术的表演相当吸睛 伴随着抒情的音乐各个参赛者展现曼妙舞姿十分陶醉 清水区长杯国标舞公开赛这天热闹登场 有700多名武林高手报名参加 今年我参加的是壮年的摩登 还有壮年的拉丁 我是把比赛当成是一种生活的体验还有运动 所以每年我都为他参加 参加这个运动我觉得可以提升我自己的生活 也是一种让我们的身心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运动 这次参赛者年纪从国中生横跨到80岁长者 而比赛更是为了鼓励长辈们接触社会 接触运动 因此主办单位多年来都持续举办国标舞公开赛 并要将武道魅力推广出去 我们主办这个活动最主要是鼓励大家走出家庭 都来运动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也是音法族来跳 然后最主要就是说让大家走出来 不要只待在家里 我们现在所推广的就是尽量以社交为原则 让大家能够轻松简单 然后可以推广到层级年纪大的 让他多运动这样子 比赛结束后的表演晚宴里 还精心安排了魔术结合国标表演 创新的造型与突破传统的音乐 让更多人看见不一样的国标 以及发现国标舞的美好 记者赖一银台中采访报道